疫情时代呢 很多消费者都非常注重你房子的洞具 还有公园这样子绿地的空间 所以说呢 台北都会圈倒并不一定是首选 很多人喜欢去桃园 那这不统计了 从2019年到2020年6月 短短半年就有4万人移居到桃园 像是中路跟青浦重化区讨论度都非常高 所以建商推出的暗量也相当多 它本身就是坐北朝南 三面采光 对面面对的是一万四千坪的风和公园 室内空间设计成四房双主卧 屏数从35坪到53坪 主打万平公园第一排 除了客厅 我们现在来到主卧室 因为三面采光的关系 同样也看得到万平公园的景观 不只如此 浴室做了大面积的采光 因此也看得到公园的景色 面宽大 采光好 桃园中路重化区进入完工高峰期 是桃园区房市一级战区之一 平价的首购型产品每瓶二字头 不过像这样正对公园 又有知名建商加持的建案 最高上看四字头 即使如此 询问度仍然相当高 一个礼拜来人大概40到50组左右 询问的算是非常的火热 桃园的客户来说 原则上以自助为主 台北的客户下来很多 其实是以换屋 置产 或者是这个退休的这种课程 其实也蛮多的 不只面对公园的案子抢手 重化区内景龄学区也是热卖商品 我们这里是43平的格局 然后我们有两种评数 一个是43平 一个是49平 代销业者仔细介绍 主打纯住宅景龄学区 吸引不少家长提前卡位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孩 哪有考虑到未来做学的问题 那刚好这个建案的话 它面临学校正对面 官屋主的比例来讲比较居多 那毕竟因为我们现在 中屋重化区的坪数来讲 都是差不多在40几坪 甚至50几坪的大坪数 后疫情时代 越来越多消费者注重动具 还有公园等绿带空间 让重化区行情看窍 像是青浦重化区则受惠 IKEA八景岛X PARK水族馆开幕 又有高铁集结加持 讨论度最高 桃园区房市题材多 下半年推案量上看1300亿 渴望追评去年推案总数 连带也让房价跟着上涨 第二季平均单价 年增率1.8% 台湾房市表现相当亮眼 根据七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 总计六都就有两万三千五百多栋 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台北市 成长幅度大约是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新北跟桃园成长幅度也有两成左右 台中跟台南成长幅度则是一成以上 高雄则是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桃园市呢 其实它增幅超过十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的基期是比较低一点 因为去年桃园七月是大幅度的量缩了 台北市人口大量外移 这些轻移民它跑去哪里呢 最多的轻移民跑到桃园跟新北 那桃园的话就因此而受惠 资金动能强劲 台北市房地产保值性高 受到质产族群青睐 桃园则是话题多 从基结沿线到航空城 议题热度不减 价格又具有竞争力 展望下半年房市 房产专家分析 高资产资金回归 将会维持价增量平的格局 三立新闻 于城湖 吕培君 桃园采访报导 桃园采访报导